《临近咖啡館之歌》是一部耗时十年的企划 然后可以带给人温柔纯净力量的电影 希望大家带咖啡进电影院看 导演张寿琼推出首部剧情长片 赴日本跨国指导 呈现自然仆真的疗愈风格 故事情节不复杂很简单 围绕在这两个单身女性 她们的友情可是感觉又很像亲情 她们就很像家人一样的互相依赖 诗传侯孝贤杨德昌两位电影巨播 张秀琼肩负传承使命感 对我最大的印象还是在于创作的态度 是一种使命感 就是能拍就还是要继续拍下去 本周一场世界专访导演张秀琼 一探由甄源珍世启发的十年电影企划 临近咖啡馆之歌 每周一至五锁定UDN TV 异想世界